現在大概被一個星期前衝動了 好,我是HoseFast 出現的村 今天又是第二天 去到神龍泰國館做健身 重量的訓練 Hatway lifting 我也是House的男人 好,現在跟我的健身 Buddy,阿凱做健身 為什麼會去找阿凱做健身呢? 因為他本身是一個籃球員 他操練的訓練 一定有貼額籃球員的訓練 所以就跟他去做 我們大概做什麼阿凱? 今天又到腳和腿 對啊,簡單的 籃球員就是做腳和腿 其實你不要只做上身 Let's go aggj 在聚會 我有家有今度過大做 目標 雞有 嗯 你送你以前跟麥犯你 我被吹呼一句了 是輕鬆的 應該要戴了一點 待會進去叫成龍的魔鏡 可能要給你一件加大的 這已經不適合了 這個其實是傳說中的成龍魔鏡 聽說拍了會很大隻 剛剛做完的褲子 我嚇到你了 魔鏡 這個世界上是誰最大隻 是你了 OK 現在我做完健身了 當然要射一下球 大家做完健身的重量 記得射一下球 認真也好 找一下手感也好 如果要射一下球 不然就勿極必犯 還有記住拉筋 現在準備喝第二次粉 其實也想說一下 為什麼會開始訓練 原因就是有一次跟阿海做健身 他覺得也挺重的 做到很累的 跟不上 然後他就 有一個 Shrink Lab 做這個委員 他就有幫一些 夾一球員 幫忙做健身 就是可能 看一看 那些 雖然他們也不用看 但他們演員就是做這些 做一些 本身不用人做的 他們就去做 然後我就問他 到底有沒有夾一 體能是做得差 他就說 沒有啊 全部都重他超多 做引體都 吊著條鏈 帶多幾頂上去 然後就覺得 說不行 但如果要跟上他們的節奏 那麼 體能這件事 是一定不可以避 所以就決心開始做 用這個系列的片 來告訴自己 要開始去加強 體能的力量訓練 讓自己無論技術上 和體能上 都可以跟貼一些 高水平一點的節奏 希望可以在這個 夾一賽場 繼續生存 好 昨天就要做完健身 今天是第三天 剛剛吃完 練完球 大家們 現在拉下筋 休息一下 明天 即是第四天 我們再做健身 好 大隻 這個 是那個人 你們兩個都要 這個 第三天 喝完 準備第一天 快點 好 今天是第四天 我們來到健房 開湯 海 大王 試一下 試一下 好 Let's go 好 他們好 比張偉康好 好 好 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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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 你先去看吧 啊 我先去看吧 上胃口 快點快點 OK 完成了第一組 他們應該是一回合 聽說這個男人要... 撞死河師傅 你覺得他行不行? 行 尖靈 復一下 發瘋 你還要發瘋 發瘋 發瘋 什麼背 有更漂亮的方法 解剖的 原來是在很多間甲一幫忙的 比較健康 大隻佬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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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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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嘩 請住的 嘩 怎麼人也會 兩下 兩下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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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麼會招人 嘩 美女 你很美女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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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了第四天的訓練 一會兒回去喝奶粉 現在先去拉筋 很累 Wasted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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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和大家說 我又沒有 你不要 衝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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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ym的手印證 氣壯了 嘩 你會把你扮成健康嗎 嘩 嘩 現在拿著東西 好痛 好 第四天的訓練已經完成了 現在喝奶粉 暫時說一下感受 做了幾天健康 休息了一點 腳是明顯有力了 我做Cross Over的時候 比較容易 幅度更加容易做得大一點 所以挺好 但當然身形上不會差太遠 但感覺到人有力了 挺好 好 保持住 還有三天 Let's Go 今天就是第五天了 今天比較膜 昨天也做了Gym 今天就休息 看奶粉也照喝 還有看看我們 你 屎嫂啊 哇 還有這個 屎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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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是 我也是屎嫂啊 屎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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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最重要的就是 Lytra 24 Phoenix 謝謝他們 贊助我這個奶粉瓶 讓我可以 喝奶粉更加方便 濟南 ка 我今天都會練習我們 都會練習出肌肉 立即練習 rated球 好 四圓球回了宿舍 不斷做了100下獎賞 因為我們沒有健身 就順勤到明天 最後一天 做完健身 喝個奶粉 放不放 換身 知道什麼了嗎? 打死了 哈哈 我好想 好 現在喝第六次的奶粉 再次多謝HOLPA 24 FINNESS SOSA這個水瓶 即場喝奶粉 好 已經是你七天了 如果昨天做不到 昨天的東西就要退給你今天做 做完就喝奶粉 報告下這個禮拜 看看有什麼改變 這個屁股 太容易了 給她幾乎 天啊 天啊 堅 天啊 太容易了 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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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點 老闆 老闆 他一吓一吓 一吓一吓 OK OK 大概 被星期前衝了 0.5磅 好 做完健身了 喝第七次的奶粉 終於完成了 下星期的 喝奶粉挑戰 挺開心 因為自己很抗拒喝奶粉的原因 就是 很多奶粉 很多人都說 不知道是不是激素太多 喝完就爆了暗瘡 我自己也很幸運 可能尾巴這個位置 是少了一粒瘡 是算了 好像沒收尾 沒有明顯的暗瘡 可能只是一個星期 至少可能是一個好的徵兆 或者是我的身體 適合喝蛋白粉 哈哈 我不知道 但是那個蛋白粉 也有點不明來歷 你說要我說是哪一種粉 我要問一問 因為我喝了兩種 一種是阿凱給我的粉 只給了我四瓶 一早已經喝完了 但是呢 現在呢 喝的是我味阿龍的奶粉 基本上是喝了兩種 那 先喝粉 稍後就準備去練習 好了 剛剛才練完球 算是整個禮拜中的第一次練球 因為我錯過幾次了 那我今次就回來練球 體驗完做健身之後 終於練習慳波 體能上跑動的 就絕對沒問題了 有力了的腳肯定是 但是呢 射球就差一點了 因為太久沒有去對抗性 雖然只是短短一個禮拜 但是也差得很遠 而且在重上 重了0.5 很開心的就是 沒有關上暗瘡 非常之好 因為最近我在試著奶粉 試了一個禮拜 體圖有沒有漲到 身形就不會太大便法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一步登天 做完一個禮拜 就算你多黑傻 都不會那麼大隻 所以看到人們說 那些怕什麼 做完健身之後 怕太大隻 就真的不用相信 基本上你想大隻都大隻不到 原來是你 你都算大精骨了 還有腳就恢復得快了 之前做完要休息很久 喝了奶粉的確是 恢復得快了 有力了 還有呢 你找到一個正確的 做健身的Buddy 是很重要的 因為 如果你的Buddy是 你也可以很容易 但你的Buddy是 押忍自己 你也會同時 押忍自己 所以 找到你的Buddy 就算沒有 打球也好 做健身也好 那都要找合夥 去一起做 這樣才可以一起進步 這條片就到這裡 喜歡這個系列 就like subscribe and share 還有follow我的instagram 拜拜 拜拜